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这一期跟大家聊聊机器啊 这算是世界上的大事啊机器没有中国啊大事 本来机器这一次呢机器本身是一个从经济外交啊比较接近的一个一个组织吧 然后的话本来中国也参与过后来中国就没有参与了 也不知道是被挤出去呢还是被挤出去呢还是被挤出去 然后呢关于这个机器呢这一次很明显他的议题全部都围绕着中国在进行 围绕着中国为什么呢这个世界的背景就是中美博弈的一个背景 然后只要这个背景不变他所有的世界上的大事都会围绕着这个背景来进行 没有任何办法这就是这个时代可是呢这是国际上的大事 但是的话你知道吗这个机器啊到现在进行到现在为止 就看不到任何就美国或者说西方有利的一个事情啊 跟大家讲一下这是布林肯然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一次说的啊 说的内容你就从这这一段话里面你就能知道啊 这对于美国来说对于西方来说这个世界啊 对于他们来说越来越悲观了越来越悲哀了 首先呢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是什么话啊 布林肯表示国与国关系复杂 因此不会为美中关系贴上标签 对于华盛顿有意在今年稍后举办民主峰会 你看又是民主峰会 布林肯表示这并不是要发起冷战 而是要确保民主强大 坚韧及切合民众所需 这一段话什么意思呢 首先啊记不记得前两天我跟大家聊过一个新闻啊 就是说啊 布林肯刚开始在这个G7之前说了什么呢 说了啊我们是民主 然后跟专制的对抗 虽然这个话很像蓬佩奥 很像蓬佩奥 但是的话呢 说的从他嘴里说出来也让我挺奇怪的 但是说完之后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G7到了今天为止 然后的话布林肯说的话变了 说的什么呢 我们不是要发起冷战 不是要发起冷战 这次在做什么 这叫回缩 他为什么回缩呢 就因为参与G7的人肯定提出了 你是不是要搞冷战 你美国是不是要搞冷战 就变成两大阵营了 什么民主阵营和专制阵营 这样来搞下去 对不对 你是不是逼我们要选边 选去美国或者选去中国 对不对 你我们不能选去美国 为什么呢 我跟中国经济上的利益结合太大了 只要有这个前提在 布林肯就得出来回答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在逼别人站队 现在说了 我不是在发起冷战 我不是在发起冷战 自己解释了 然后接下来的一段话 布林肯表示 美国意识到国与国家之间 复杂 关系很复杂 美国不认为其他国家 要与北京切断或结束经济关系 但美国希望促进和保护商业 环境知识产权技术的基本规则 他又重申 美国不是要各国在美中之间 选边站队 这已经被压力承受到多大的压力 才会一直的强调 我不要大家选边站队 我不让大家站队 我不能让大家站队 然后的话 其中的一句话就是 我不是要其他国家 与北京切断或结束经济关系 因为没办法切断 也没有办法结束 你美国没有资本要求别人 如果说 比如说欧洲某个国家 跟中国切断了 结束了经济关系 你美国能不能补上来 你要能补上来 别人也就切断了 也就切断了 本来从中国赚十块钱 你美国能让 这个国家不要这十块钱 你把这十块钱给我补贴上 人家也就算了 美国思我不道 你前面喊那个大话 什么专制与民主的对立 你之前喊这种大话 现在怎么样被打脸了吧 接下来又说 布林肯表示 刘毅到北京近年对内采取压制性行动 对国外则更进取 而当他审视美中关系时 会看到对抗竞争和合作的三方面 他重申拜登政府立场 美国必须以强国姿态与中国交往 包括与盟友合作 及依靠参与多边国际组织制定规则及规范 其实这句话简单来说 最后一句读完嘛 布林肯表示 如果美国不这样做 北京很能试图取而代之 没错 最后一句话是对的 其实这句话简单来说 那就是什么呢 美国要保持强势 但是的话美国会跟中国进行合作 然后拜登要跟什么盟友合作 然后的话我们要制定规则 我们要制定规范 我们不能让中国制定规则和规范 不然的话中国就赢了 归根结底简单解释就是这样 其实你看到这些话真的是 很悲观的 你能对待美国这种国家真的很悲观 他现在也没有招了 你知道吗 他现在完全没有任何办法了 说出来的话全是皮尔汤话 多少年前就说过的话 他没有他对待中国有什么办法 大家想象一下 你在亚洲几乎已经没有办法了 亚洲签了ICP 然后人家日本韩国 哪个都不会完全听你的 为什么呢 日本跟韩国跟中国的经济利益 太直接相关了 你美国也顶不上来 你美国也不会说 日本能够在中国赚到钱了 你美国补上这个钱 你也补不上来 所以说呢 他亚洲没有任何辙了 在欧洲他有任何办法吗 在欧洲也没办法了 这个G7啊 这个G7主要的国家还是在欧洲啊 他也没有任何办法了 欧洲有什么办法呢 德国会听你的吗 一个啊 北溪二号 你美国到现在都不让见 你德国会听你的 人家已经损失自己的利益了 好吗 而且你美国支持乌克兰 跟着俄罗斯对着干 你让欧洲的安全得到什么样的保障 怎么可能听你的 法国同样也是如此 法国那个嘎了巴唧的那种个性 对不对 同样也如此 不可能完全跟着你走的 这是欧洲啊 你以为哪个国家跟英国一样 选别选的如此的严重啊 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世界 就像以前啊 以前答应跟大家录过一期啊 关于二战里面用什么民族主义 种族主义 用种族来看来看二战 但是一直没有路啊 但是的话 真正啊 跟大家讲一下 真的你看二战的进程 到最后啊 真的是谁跟谁的 那个种族血缘关系比较近 谁就吃亏比较少 而且血缘关系比较远 那吃亏就会比较多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 这个世界啊 真的是这个往这个方向去走啊 真的是没有这盯点任何办法 所以欧洲那些国家呀 你真以为跟你美国人 跟你英国人贴这么近吗 人家看得很清楚 看待你们看得也很清楚 好吗 人家也不想当吃亏那一方 吃了亏你也不给我补 凭什么呀 凭什么跟着你走 你美国现在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了 欧洲你没有办法完全影响 亚洲你没办法影响 南美 南美吃你美国人的亏 吃的够多了 非洲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非洲怎么办 对不对 非洲会跟你吗 非洲跟中国跟了多少年 也不要跟 非洲跟中国站在同一战线上 站了多少年了 你美国也没有任何办法 大家看到没有 这真的是一个大国的衰落 让我们真的是见证到了 这个大国的衰落 是如何衰落的 他做任何事情都不对 他想要做成一件事情 面对了天大的一样的困难 他没有任何一丁点办法 对待中国 很多朋友可能 聊到现在可能会好奇 以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 我也没办法说 这个以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以后肯定会有一件大事发生 这件大事 什么样的事情呢 也许是中国立威的一个事情 就像之前跟大家聊起日本的时候 我觉得没准啊 如果日本在持续的折腾的话 中国的立威就会立在日本身上 如果在日本身上立威了 美国的衰落 大家可以亲眼见证了 可能是中国立威的一件事情 也可能是美国失败的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 我只能跟大家提个醒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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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国立威的一件事情 在某一个国家某一件事情上 让美国人吃了大亏 碰了大钉子 然后的话 从此美国那个自信也就会毁掉 就像啊 就像什么呢 就像中国当年1840年那样 也许1840年来说 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太残忍了 真的是太残忍了 本来好好的一个国家 你的军舰就这么开过来 拿大钩就这么轰 然后真的是太残忍了 也许现在啊 进入到了文明社会 然后没有那么残忍 但是的话 本质不会变 本质不会变的 不信 大家可以等着慢慢来看 为什么直前跟大家聊日本呢 日本是美国 在亚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 然后的话 你日本跟着美国走 日本以为自己耍小聪明啊 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排个河河污水 美国干爹很喜欢 很喜欢啊 为什么呢 你日本在亚洲 跟什么韩国的矛盾也起来了 跟中国的矛盾也起来了 只要你们的矛盾起来了 你的一带一路 RCEP还能走吗 对不对 美国人当然希望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那日本又不敢惹啊 那怎么办呢 又得依靠于美国 那我就签了RCEP 我跟中国交好啊 我签RCEP啊 我没有断呢 对不对 然后打日本以为在这方面又赚了 结果呢 美国又不干啊 你每天日本人出来表个态吧 那就表了个台海 还希望台海和平 那中国肯定跟你拿你没碗呢 为什么呢 就像跟大家说的 历史上来讲 你日本人说台湾 你就说不过去 台湾问题 你日本始作俑哲 好吗 想想当年的甲午海战 台湾是怎么样割出去的 甲午战争 马关条约 你日本人是怎么样抢走的 如果没有你日本人打那场仗 台湾还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因为你日本人做了这些事情 台湾才被割走 这就是你日本 你没有资格 再聊台湾 你这么台湾和平 什么台海和平 你就没有资格 明白了吧 结果呢 日本还以为挺聪明 你看看 我让美国人 哎呦 满意了 美国人让我那个日美联合声明 我弄了 然后弄了之后呢 我在台湾 我希望和平 对吧 希望和平 然后我没有招中国 你看我多聪明 结果呢 失算了吧 失算了之后 中国就跟他没完没了 知道没完没了 钓鱼岛我就弄你 好吗 你又被人来来钓鱼岛 跟我折腾一下 你越折腾我越高兴 折腾到最后之后 那就变成中国立威一战了 好吗 如果把钓鱼岛上面建了基地 建了机场 你看一看 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会变成什么样 很可怕啊 我都想这些 想这事 我都觉得很可怕 所以说呢 这个大事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慢慢等吧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 美国真的是掀不起浪来了 没有任何辙 没有任何办法了 对待中国 想压抑中国的发展 搞中美贸易战 不行啊 中美博弈 那么多年 不行 然后搞新冷战 蓬佩奥 搞新冷战 不行 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 推翻共产党 不行 解决不了 然后拜登上来了 拜登 我民主党最会搞 民主党搞啊 民主党搞完之后呢 我搞什么 国际联合 国际大联合 我搞机器 你看没 我还要搞什么 民主峰会 你搞吧 你搞吧 然后前面喊的那个 震天 震天啊 一样的声音 然后民主与专制的对立 喊完之后呢 现在自己承认了 我不让大家站队 我没有发起新冷战 我不用站队 不用站队 看看 不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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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结果 好吗 不站队 这就是结果 结果是什么呢 自己得出来说老实话了 哎呀 没有辙了吧 没有任何办法 你联合其他国家 你也联合不起来 联合欧洲 联合不起来 联合亚洲 你也联合不起来 以后的国际的趋势 真的也就是 往这个方向去走了 大家慢慢等 慢慢看 这就是以后的世界的趋势 美国没有力气了 就折腾不起来了 但是的话 虽然说看起来瓶颈 但是两边的竞争还会存在 只要这个竞争存在 没准就会发生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 大家慢慢等着看吧 好吧 今天这期我就不多说了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